3月31日晚 加州城县一处办公大楼发生枪击案 造成四人死亡 另有两人受伤 4月1日 加州城县警局召开新闻发布会 透露更多枪击案细节 据悉 男性枪手为44岁的富勒顿市居民阿米纳达 枪手于3月31日17时左右来到距离安纳哈姆市不远的一处商业办公区内 并将办公区前后门用铁链锁死 而后进入一家房地产服务公司内打开杀戒 在警方接到报警赶到案发现场后 与枪手发生短暂交火 期间导致一名警员受伤 随后枪手也被制服 救援人员在枪击案现场发现两名女性以及一名男性当场死亡 相信枪手是有目的的作案 并认为其与这间房地产服务公司存在一定联系 而更多作案动机也正在进一步调查当中 美国政府一项调查显示 在2021财年 美墨边境可能会迎来多达18.4万难民儿童及非法移民儿童 或将创下有记录以来的新高 截至3月29日 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监管的各地收容中心 有超过1.2万名非法移民儿童及难民儿童 预计到今年9月 这一人数可能增至5.3万 美国多个关押儿童场所人满为患 人道主义状况遭到批评 加州公共政策研究所3月14日至23日 对1174名可能投票的加州选民进行调查 结果发现56%反对罢免州长纽森 支持罢免者占40% 其余4%尚未决定 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巴达萨雷表示 相较于1月10的民意对纽森的支持力道越来越强 显示更多人希望保持稳定 纽森可能度过罢免危机 但最后结果仍要等4月29日审核完成 如果成案 罢免投票最有可能的时间是今年秋季 辉瑞公司4月1日表示 其疫苗在6个月后仍然可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辉瑞及其德国合作伙伴BioNTech公司于周四宣布了 他们正在对4万4千多名志愿者进行的后期研究的最新结果 两家公司表示 该疫苗对症状性疾病的有效率为91% 并且在预防严重疾病方面更具保护性 截至3月13日 在927例确诊的新冠病例中 有77例接证了疫苗 有850例得到了对比药物 目前尚无严重的安全隐患 该疫苗似乎也可针对南非首次发现的变体病毒起到作用 据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介绍 目前拉萨至林芝铁路新建的桥梁隧道路基铺架主体工作已全部完成 具备静态验收条件 4月1日起至4月30日 拉萨至林芝铁路进入静态验收阶段 2014年开工建设了连接拉萨和西藏东部林芝的铁路 全长435公里 设计时速160公里 穿越47条隧道和120座桥梁 沿这条路线总共建设了34个新站 它是西藏第一条电气化铁路 预计于2021年6月开始运营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